《玩命关头》系列电影至今已拍摄11部作品 最新一集的《玩命关头》时 不久前已隆重上映 无论观众们的反应却不如预期般热烈 虽然该片在影评网站上 整体评分不算太低 部分观众称赞了精彩的动作戏场面 以及杰森摩莫雅饰演的反派 为电影诸如活力 但大部分观众表示 就算对电影不抱任何期待 看来人会感到失望至极 专业的影评人 甚至犀利地表示这部作品的剧本 就像一位八岁小孩写的故事 不断回收使用 前作的故事情节一点心意也没有 不仅动作戏非常机械化 演员的演技也没有对上 对应情感的部分 更有人批评电影内容死气沉沉 就像是Chad的GPT 写出来的作品一样 让人相当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